大家好 我是Honda 歡迎收聽原始物語第107集 預計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6月20號 原始物語是熱天桃園球迷象非官方Podcast 每集我們所聊到的主題還有大智商的時間軸 都會放在節目的資訊欄裡面 好 那在這個節目一開始之前有一個 算是我們頻道自己的業配要做口播宣傳 就是我們的子路它本來是負責的節目叫做黃色性感帶 但是它因為它節目做到後來 關於網球 羽球 桌球 田徑這些項目的部分 越做越有心得 然後再加上就前一陣子中心兄弟有這個幻注的事件 所以他就決定要把他節目做個轉型 所以從這個禮拜也就是2023年6月24號開始 就不會有黃色性感帶 但是在同時間上架節目就變成了指路運動 他的新節目的名稱就叫做指路運動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去多聽聽看 因為他關於整理網球羽球 排球 桌球 田徑這些的資料真的是整理相當豐富 像今天點的節目停下來啊 我到後面就會很好奇 圖尼西亞的莫納斯提爾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因為那邊辦了很多很多的網球賽 那焦點回到我們隊上 首先就是節目前段常態性的 如果有的話希望不要有 但是有的話還是會在節目的前段跟大家報告 就是傷兵名單 那我們目前的傷兵有兩位 就是應該說被媒體報導特別被訪問 就是記者會特別問到關心的有兩位 一位就是陳冠宇 那陳冠宇呢是5月22號 因為左肩肌腱發炎下二軍 其實他這個算是舊傷 但是一休也休蠻久的啦 那看起來是最近開始做牛棚的練投 然後這一週如果有機會的話 在二軍就是算是丟一下復健賽 然後呢這個翁偉軍的狀況就更多 他就是一直上上停停 所以翁偉軍我覺得在這個球季 要看到他回來的機會應該算蠻低的啦 也是很辛苦啦 在這個投手吃緊 然後又有傷兵的狀況之下 就是大家要看開一點囉 好那接下來進行上週的比賽回顧 那上週呢本來應該要打5場比賽 但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總共只打了3場 那有兩場延到這個月底 6月29跟30號 首先呢是6月14號這一天呢 去新莊面對復發看項 最終是贏球7比3 然後我們有這個B2B2B的表現 那我們的現外投手的雷法呢 他這一次表現還不錯 6局丟2分 然後我們打線呢有11支安打 那這個B2B2B就三連轟呢 是發生在5局上的時候 那最終就7比3 贏球 那三連轟是發生在5局上 有 有朱玉賢 廖建復還有林鴻玉 他們三位所集出來 那這次的3連後呢是終止史上第9次 然後也是我們對史上的第二次 我們對史上的第一次呢 也就是終止史上第8次呢 就上一次啦 就是在2019年的9月22號 那一次呢是廖建復、林承飛、余德龍 三位7、8、9棒所打出來的 那兩次呢都有阿富 那不太一樣的是面對的對手不太一樣 而且他們三次就是這三位的棒是也不太一樣 在2019年9月22號這一天是面對忠信兄弟 在7局下在我們家主場呢 然後阿富、阿菲跟德龍他們是7、8、9棒 那這一次呢是2023年6月13號是客場面對富棒漢降 然後呢朱哥、阿富跟小胖他們是4、5、6棒 然後呢這場比賽還有一個球 就是在二局上的時候 我們家的第8棒二雷手馮建廷呢 他集出了一個左矮野的高飛球 那這一球呢是掉到全雷打牆上 然後再彈回來往內彈啦 所以變成二雷打 那這個彈回來之後呢 彩排這邊就馬上進行他們自己的重播輔助判決 看完之後的結果呢是認定 在左二野第一排其實就是我們家的球迷啦 他手有去碰到這個球 所以最終這一球呢就被判成了二雷安打 那這個判決出來之後啊 我知道有一些我們自家的球迷對這個判決很有意見 他們認為說呢這一球應該要是全雷打 然後呢我們這位坐在第一排球迷並沒有碰到球 然後呢也有看到有人發文說他人就在現場 那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球迷沒有碰到球 好那這一場我沒有在現場 我在家裡看轉播 那大家也知道像這類的球 這類的play呢 一定會有這個片段剪出來 所以這個片段呢我就看了又看 看了看了很多次 我對這一球的解讀就是 那位在第一排的球迷他的手真的有碰到球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找一下 在中職官網你絕對可以找到這個片段 就是2023年6月13號在新莊的比賽二局上 冯建廷的這個打席 那為什麼我會說那位球迷有碰到 首先第一點 這顆球要快要落到全雷打牆前的時候 那位球迷的反應是手往前伸 他是有想要去接這一顆球的意圖 第二點 當這顆球的高度 跟那位球迷的手差不多齊高的時候 那位球迷的右手的手掌 有因為球的關係往前翻 這個如果不是因為球的關係的話 你的手不會那麼快的 那麼順勢的往前翻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習慣性的動作 各位如果說Pockets聽到這邊 你可以去做個動作的時候 現在你把你的手 右手左手都可以啊 就往前伸 手掌朝上 然後呢 你要去快速的讓手往前翻 往前翻的意思就是 你的手掌要快速的向前 我相信能夠做得很順的沒有幾個人 第三點 球打到全雷打牆上圓 然後再往上彈之後呢 那位球迷的第一個反應是 看他自己的手 通常如果你的手沒有碰到球的話 一般人的直覺反應 不會是這個動作 所以根據這三點來講的話 那位球迷有想要接球 然後那位球迷他真的有碰到球 然後後來球彈回來 甚至到後來球場人員跑去跟他了解狀況的時候 他也是有稍微看一下手 就是都有看一下手 那我覺得他的打也不會是打得很用力 因為畢竟他可能大概就打在這個直覺 就是第二個直覺的部分 所以他手才會這樣快速弄 但他並不是碰一聲直接打你掌上 打手掌上 所以根據我偶爾接界外球失敗的經驗 因為我有類似這樣 類似手相碰過這樣的這個界外球 就是你會有點感覺 但是不會到真的很痛 不會是那種痛的話 需要去腫起來 需要去找醫護的那種狀況 然後那一球老實說 就算那位球迷的手沒有碰到 他會不會出去呢 我覺得也是一半一半啦 但是你就是碰到了嘛 那我會覺得有一說一 碰到就碰到 那有一些你也不是當事人的 然後你在那邊幫他講話 我會覺得你的出發點可能OK啦 但是你講這個東西 人家就會被人家檢視嘛 你在現場是沒有錯 但是現場的play就是 本身就是電光死火 一瞬間你要跟我說 那一瞬間你可以看到很細 我是覺得這個機會是有點低啦 那總之就是這一球 好那這場比賽還有一個記錄呢 就是在這一天呢 我們隊上呢 達成了隊史的第4000支的二雷安打 那這一支二雷安打 是在三局上的時候 由朱毅賢面對陳士豐所擠出來的 隔天呢 6月14號在主場面對衛全龍的比賽 連一局上都打不完 就因為下雨 所以整個比賽要重打 那這場比賽呢 會延到6月29號 每月斗內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贊助254 台灣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跟543周會談的贊助計畫 已經在折折木製上開跑囉 您可以在折折木製上選擇您所喜愛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間都會有不同的贈品哦 在隔一天6月15號這一天一樣在主場面對衛全龍 然後這一天呢 是要離開 要離隊的威達爾在台灣的最後一場先發 我們想說 威達應該算是我們桃園隊今年最穩定的先發投手 去韓國很可惜 結果呢 他在二局下的時候被劉激宏轟滿灌炮 那最終就是威全龍8比1擊敗熱天桃園 不知道這個機場送機會不會從本來鑽車接送 變成自己坐機場捷運過去啦 那這一場呢 我們沒有什麼太多的紀錄 但是威全龍這邊有個紀錄就是 威全龍的總教練葉君章呢 在這一場比賽達成了他的生涯300勝 他是中職史上第四人 那最多勝是鴻一宗的991 那接下來是徐生銘的610勝 然後第三名的是謝長鶴的339勝 那葉君章剛滿300勝嘛 那如果說以葉君章在威全龍的地位的話呢 因為曹總現在好像就沒有在帶職棒隊的話 那葉君章要超過曹總的339勝 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然後在隔天是6月16號這一天呢 在主場面對中興兄弟 那這一天我本來要進場 但是在賽前的時候 又遇到下大雨 所以在大概6點13分左右 我已經印象中就確定岩賽 那岩到了6月30號 然後呢上週最後一場是6月17號 在主場面對中興兄弟 那這一場呢 總共打了12局以後天翻地覆 結果呢2比2握手言和 是本季的第11場的延長賽 然後呢這個MVP是馮建廷 那這也是他生涯第一次獲得了MVP 那他獲得MVP的原因是因為他今天4打 說1安打被K3次 但是呢這一天我們對上得到2分都是他打的啦 那賽後受訪的時候他是有說他當然也是希望有機會可以一直出山 因為畢竟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二軍嘛 然後他今年也有小朋友出生了 那他也希望可以給家人更安定的生活 那希望馮建廷可以在一軍有更多的好表現 那這一場呢還有兩件事情呢 我個人不吐不快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主審的好球帶 7局下的時候我們有大好的得分機會 那在這個阿富跟阿文都選到了4壞球之後 昂坤的犧牲短打呢 讓我們有一個一人出局2、3壘有人的大好的得分機會 結果呢謝榮豪連續三振了 梁家榮跟馮建廷兩位打這 那就等於是我們無功而返 那我不是說要四項 基本上裁判 主審裁判在這一場的好球帶的公平性是OK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的好球帶真的太寬了 在7號位跟9號位的這兩個位置 阿銀跟榜爾被拉掉了那兩球 基本上我覺得你要用球棒去勾才勾得到 結果就這樣被刪陣 那我覺得這個好球帶真的 我個人難以接受啦 然後還是一句話 在很早之前的技術我就講過了 電子好球帶我是真的覺得要推 你說球員身高不一樣 那這個高度會有問題 那沒有關係 至少你本類的內外角是固定的 你要去設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然後再來就是在12局下的時候 我們隊的最後反攻 那因為這場打到贏才贏到12局 我相信雙方都很想贏 然後撇開勝負來說 我們也沒有輸啦 那這場撇開勝負來說 是一個蠻好看的比賽 但是忠信兄弟在12局下的投手調度 我個人是有一點意見的 那在12局下的時候 我們總共看到了他們四位的後援投手 首先第一個是12局下上來的時候 是11局已經在投的魏塑成 那他在12局下呢 丟了四顆球 接下來換關大元丟了五顆球 接下來換彭世穎丟了一顆球 再來是料理中丟了11顆球 那他們呢 一個半局裡面用了四位投手 把局勢守下來 呃 忠信兄弟要做這樣的調度 是規則上是允許的 那基於求勝心這樣做也是合理的 但是 身為一個觀眾 我今天講這個話並不是說 我是熱熱熱討人球迷 身為一個觀眾 我已經很辛苦看到12局下 已經 大家就覺得說 哎 到底剩最後一個半局怎麼樣 我們想知道比賽結果 結果我們就看到 大樹王建民一直在走秀 那要跟大家強調 這個也不是美式哦 至少不是現在的美式哦 因為大聯盟在2020年開始就要求 就規定後援投手 至少要投三個人次 除非你只是要來解決這一局的 最後一個出局數 但是這一天忠信兄弟在12局下 投手調度並不是這樣 就是比較古早一點的大聯盟的玩法啦 那以求勝心的立場來說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以球迷的觀賽體驗來說 這就是一個非常拖時間的 投手調度的安排 老實說我有點慶幸這一場我沒有進場 因為這一場在賽後還有爵士演出 所以呢賽後的演出 從11點半左右開始到12點半才結束 你看他們有進場的回家都幾點了哦 好那上週比賽打完的戰績呢 我們對目前是23勝2和25敗勝率 4乘79 與第一名的統一師已經有6場的勝差 那統一師目前是30勝1和20敗6乘的勝率 他們已經點亮魔術數字到了M5 所以差不多快要封網了啦 那我們就這樣子 在上半季中就遇到了半摔棋 然後就看到領先的抬頭 就這樣子被他們拿走 而且我們是從領先變成第四名哦 至於在團隊的成績部分呢 團隊打擊成績其實打擊三圍 跟上上週比都有進步 但是K率有退步哦 從上上週的14.9%退步到上週的18.5% OBS Plus呢是95.8% 比上上週好 但是還是低於聯盟的平均 場均得分3.33 場均失分4.33 也就是說平均一場輸一分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打三場還有一勝一合一敗 其實算是運氣不錯 那在投球的部分呢 EIA Plus是102.2 WIP是1.333 那美酒局被打出的安打呢 差不多啦 上週是9.6支 然後美酒局被敲0.9支的拳能打 美酒局投出了2.4次的保送 這個有進步 那美酒局投出了6.3次的三陣 比上上週算是有退步 上上週是7.95 7.953的K9值 那上週只有6.3 5隊之間的比較 團隊打擊 OPS Plus 95.8 是5隊裡面的第4名 EIA Plus 102.2 是5隊裡面的第3名 個人成績的部分 就打線的部分來講 三場比賽我們算6個PA 6個PA以上 OPS Plus打最好的是 林宏玉271.8 朱玉賢128.7 廖建復124.9 阿銀113.3 阿飛103.3 後面呢都不到100 那如果說用安打數來看的話呢 上週打了3場比賽 但是我們打線的成員呢 最多就是打了3支安打 就是全隊最多 這樣就全隊最多了 那其中呢 棒的 就馮建廷 阿銀 跟小胖 還有大豬 朱哥呢 他們都有集出一支的2兩打 那全雷打的部分呢 是小胖 阿富 還有朱哥 就是他們那個3連紅啦 至於投手的部分呢 雷法還是有 穩定的表現 雷法跟霍爾呢 他們 都有6局 而且霍爾是上一龜隊哦 那反倒是本來大家覺得實力最好的威達爾 他在這個畢業考呢 就是要去離開台灣的最後一場比賽 他只丟了4局 就沒了 至於在後援投手的部分呢 大豪城 朱俊翔 王志軒 豪盡 還有算是因為比賽比較少 所以代班的真正和呢 他們的表現算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理論上幾位應該是要扛的 牛棚投手呢 蘇俊翔跟邱俊威他們表現就不好 好 節目進到後半段幾則新聞 其實新聞也不多啦 首先第一個就是呢 在威達爾 就是轉隊到斗山雄之後呢 我們就找了一個羊頭叫做 Jack Dolberg 那他的中文的名稱翻譯成 道伯格 這個名稱有一點點讓人想起 2017年3年8的時候 那三位很棒的羊頭 道溫斯、史伯威跟賽格威 但是 講是這樣講啦 這一位我其實沒有很期待 因為他的成績 這幾年的成績沒有說到很好 那在2022年的時候 他在 2A的 Richmond呢 他是5勝7敗 然後 防禦率4.31 他總共丟了100 123分之1局 算是一個先發頭在養 但是到了今年2023年呢 他其實去了這個 獨盟 那個芝加哥狗隊 他 2勝3敗 EIA 6.16 他那時候 他這個只丟了30.2局啦 基本上還應該是一個先發的狀況 那 他的WhP呢 在2022年在2A的時候 是1.375 然後今年在獨立聯盟是1.696 這個不是防禦率是WhP 所以各位呢 不要太期待 那 那 當然我知道 偶爾短期來打工的 也是會撿到珍珠 比如說 2012年來我們對短期打工的 Mike Lurie Lady 後來變成Lurie嘛 他現在就是一個退休的本土級的洋將 但是這種Case很少啦 所以大家就 不要有過多不切實際的完美期待 那 總教練這邊呢 也是說找他就是因為他左頭啦 這個 反正 就這樣子 好 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主節目的補儀啦 這是在上週大書野球543的主節目裡面 有特別提到 我們家的懶懶呢 有去仙台的主場看球 那事實上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家Rokutan Girls的隊長懶懶 副隊長曲毅 然後還有戴隱跟以萱呢 他們在6月10號的時候去工程 就是東北樂天金舊隊的工程球場 參加樂天金舊他們的女孩日 那事實上他們不只見到宋佳豪 他們還有見到王彥成 就還蠻本質的啦 那 那藍藍跟以萱呢 其實也在2018年的時候也曾經代表我們達拉隊有到仙台球場 那個時候還是Rami Girls 這是主節目的補儀 然後在主節目有特別提到就是關於高尺巨彈 高尺巨彈其實是Kewong英雄隊的主場 那你也不要以為巨彈就很大 那高尺天空巨彈他的容量只有16744個座位 但不是笑他想 其實基本上你的應該說其實這個球場不管你是不是巨彈 你的座位量還是看你本身的需求 而且據我所知他這個16744個座位也不是全競技場 有一些特殊席啦 那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符合職業球團的需要 然後呢高尺巨彈並不是KBO韓國大賽的指定的主場 基本上韓國大賽的主場你還是要看你到底是哪兩個隊的來對打 那前面也就是說在那一集的主節目裡面光頭有提到就是說在這個韓國大賽要指定的球場其實是禪式棒球場 那他們那個時候的指定是在韓國大賽的第五戰之後如果有打的話就要移到禪式棒球場進行 不過這樣的禪式條款已經在2015年就廢除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他們就是哪一隊跟哪一隊打他們就是各自的主場 那說到這個禪式棒球場呢 他其實是雙應該說是兩個球隊的主場就是斗山雄還有LG雙子 那因為首爾就是人口多的大城市嘛 就養了兩隻職棒隊然後球場沒有那麼多他們就共用這一個主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呢 斗山雄是用三壘車的休息室然後LG雙子是用一壘車的休息室 那其實在上週呢在禪式就有斗山雄跟LG雙子的比賽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比賽呢 因為我們前面剛剛講到的懶懶呢 他去韓國拍攝節目他們就去了這個 他應該說他就去了禪式棒球場 而且他帶了那個Dragon Beauties的口水一起過去看球 那據懶懶表示呢他那一次去看球其實是為了找前同事 哪一位前同事呢就是上個禮拜被劉基鴻 夯了一發滿關炮的威達爾 順便提一下斗山雄上一位從中直轉過去的洋將 就是中信兄弟的米蘭達 那他後來有一陣子被操到很慘 這個我們就祝福威達爾在那邊可以健康的出賽 然後再來就是進場心得 6月14號比賽 不過我不是去桃園啦 那一天我就是因為有 算是朋友有一張票 他沒有辦法去 所以我就去了新莊棒球場看中信兄弟對富邦漢將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最終比數是中信兄弟3比1擊敗的富邦漢將 那其實在前段戰的時候 有一點點好像可以看到某一種紀錄的感覺 因為中信兄弟在這場銷子的金安呢 他投了五局的五彈打 他一直到第六局才被李中協敲出本場的第一支安打 那整個看球氛圍呢 老實說我覺得這場比賽 球員是很認真打 教練團他們都很認真 但是觀眾好像投入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坐的位置的關係 就好像投入的程度感覺還好 那我住在位置上的時候發現大家都在看轉播 可是看的不是棒球轉播 看的是法斯利的冠軍戰 就是新北國王面對富邦勇士 那在這邊恭喜富邦勇士3連霸 但是在富邦漢將那一天的比賽就是 你可以看得到大家好像就 應該說這個專注力就是要分戰兩邊 然後不好意思用什麼心不在意 對啊我覺得觀眾有一點心不在意 但是可能是我在的位置的關係吧 那那一天因為這個 富邦勇士的主場 所以富邦勇士大部分的人都在和平籃球館 漢將這邊的人就比較少 但是練習生有來 再次推薦富邦勇士練習生大頭很認真 真的要給他一個讚 然後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漢將有些球迷他是雙七 所以他們可能去看勇士的比賽吧 我不曉得我那天是坐在一壘车 也就是富邦漢將的休息室上方的這一邊 但是三壘车很多中性兄弟的球迷 這個見怪不怪司空見怪 但是在這一天我覺得一壘车也是有一些中性兄弟的球迷 當然因為我不是漢將的球迷 所以我就不便多說什麼 不過我自己的感覺還是 如果內野的球迷大部分都還是主場球隊的球迷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啦 那這個就大家都加油啦 也不要說其他球隊 我們家自己球隊的大天台灣棒球場 在現在主場球迷的比例也沒有以前多 所以這個大家都加油啦 最後一個部分是本週的賽程 本週五場賽程其中 6月20號去台南面對同一師 6月22號在自家主場面對同一師 6月23、24這兩天去天母面對衛全龍 6月25號再度回到主場面對同一師 就是我們跟同一師有三場 一場客場兩場主場 然後我們跟衛全龍有兩場在客場 那其中6月22號跟25號這兩天 是我們的今年的蠟年高趴 蠟年高趴就是一個比較走韓式路線的主題日 以6月19號這天為止 目前球團已經宣布的卡斯根活動呢 6月22號這天是我們自家的拉拉隊員 就打黑李多惠來開球 我還是覺得用自家拉拉隊來開球 上下飛機是有點奇怪 但是反正他就是這樣排 我只能說也符合主題吧 然後在這次有請到兩隊 KPO兩隊的應援的團隊過來 其中一隊是樂天巨人 然後另外一隊是韓華英 那樂天巨人熟面孔 趙志勳 邱志勳 邱志勳其實在2018跟2019的 蠟年高趴他都有來 他算是一個相當豐富有經驗的應援團長 事實上我們這個原始加油的風格 也是從他那邊開始 然後後來經過我們自己的演化 那在這個樂天巨人的Lotte Girls 你要說也算是樂天女孩 今年來的Lotte Girls 有四位 普丹貝李浩貞 趙娟周 還有隊長李丹菲 不是那個自己飛的那個 是那個邱丹的丹 然後王菲的菲 然後再來另外一隊是韓華英 韓華英在這一次所派出來的人員的部分 應援團團長洪昌和 洪昌瓦 他其實算是趙志勳的後任 應該不是直接接在後面 因為趙志勳在KBO帶隊的經驗很豐富 趙志勳是2001年就已經在韓華英 然後2002跟2003在齊阿虎 齊阿虎就是李多惠在KBO之前的那一隊 然後他在2006年到2008年是做籃球的 然後在2006年接下 《樂天巨人》的應援團團長 就是趙志勳 那洪昌和就是韓華英現任的應援團長 然後呢在這個帶過來的韓華英的拉拉隊成員呢 包括李美來 蘇宰令 宇珠漢還有隊長 金娟廷 這個我們也用拼音來學下韓文 蘇宰令 那四位是 隊長 Denby Lee 李丹菲 趙娟周是 Yong Ju Jo 蒲丹貝是 Denby Park 李浩真是 Ho Jong Lee 韓華英 韓華英這四位呢 隊長 金娟廷是 Yong Jong Kim 然後再來是 李美來是 Ni Rai Lee 宇珠漢是 Soo Han Wu 福宰令是 喔這個好難念喔 Ciu Yong Park 基本上卡斯就這幾位啦 那之前的大年高趴 其實Rollet Girls有兩位 大家非常耳熟的很講的 一位是 Paki Leung 另外一位是 安之環 安吉雄 他們這兩位 其實現在都已經沒有在Rollet Girls裡面了 不過安之環呢 其實在這幾天有來 熱天堂園球場看球 他應該是 除了來跟一些認識的 Rockland Girls來敘舊之外呢 他應該也是來拍 旅遊的Vlog之類的吧 反正剩下來比賽就是 不期不待啦 那本集的片尾曲不太一樣 上週享樂趴在應援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 古典樂的旋律大家很熟悉 但是可能意思想不起來 其實這個是 布拉姆斯的 匈牙利舞曲第五號 我們就用這個片段來當 本集的最後的配樂 以上就是本集的 原始無語感謝大家收聽到 後期空中 再下回細微更 掰掰